每晚八点 聆听读者 大家好 我是主播云温 欢迎收听读者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文章 来自作者一本书 心态是一个人最好的本钱 关注读者新媒体 一起成为更好的读者 少时 一直以为幸福是一件东西 拥有了就幸福 长大后 认识到幸福是一个目标 达到了就幸福 直到成熟后 才发现 幸福原来是一种心态 领悟了就幸福 狄庚斯说 一个健全的心态 比一百种智慧更有力量 人与人最大的不同 其实不在于聪慧愚笨 富贵贫贱 而在于心态的不同 您有什么样的心态 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想要走好这一生 首先要有一个好心态 看过这样一则故事 一个老太太 生了两个女儿 大女儿嫁给了卖雨伞的 二女儿嫁给了卖草帽的 一到晴天 老太太就唉声叹气 说 这么大的太阳 雨伞不好迈 大女儿的日子 肯定不好过了 一到雨天 她又想起了二女儿 这么大的雨 我二丫头的草帽 咋卖得出去啊 所以 无论晴天还是阴天 老太太总是一脸愁云 后来 有一个智者 听了老太太的担忧 劝慰道 老人家 你应该高兴才是 你想 雨天 你的大女儿的伞就好卖了 晴天 你二女儿的草帽 生意就好得很 老太太一想 是啊 从此再也不伤心了 很多时候 我们浴室总是这样 喜欢钻牛角尖 把自己绕到死胡同里 但其实换种心境 一切问题 都能引刃而解 你不能改变天气 但你可以左右自己的心情 你不可以控制环境 但你可以调整自己的心态 你不能延长生命的长度 但你可以扩展它的宽度 心态的太子 拆解开来 就是心大一点 凡事看开了 目光所及之处 也必是满目欣然 人生起落实尝试 生活的好坏 应接不下 在遭遇委屈或不幸时 绝望和颓废于事无补 不如微微一笑 和生活握手言和 别和别人叫真 因为不值得 别和自己叫真 因为伤不起 自己才是人生的作者 何必将剧本写得苦不堪言 如果压力太大 觉得自己撑不下去的时候 就找把梳子 耐心地把毛糙的头发 舒柔顺 或者窝在床上 听几首喜欢的歌 让音乐喜去一天的疲惫 正如罗曼·罗兰所说 世界上 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 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后 还依然热爱它 有话好好说 有事慢慢做 无论发生什么 首先记得照顾好自己的胃 去热气通通的菜市场逛一圈 做几道自己喜欢吃的菜 送自己一样心仪已久的小礼物 重新感受生活中 能致于你的小快乐 相信自己 一定能把一地鸡毛处理得到 一定能望见雨后的那道彩虹光 每个人都有疲惫的时候 你要学会哄自己开心 开心过好每一天 多取悦自己 才能收获命运的更多馈赠 想要幸福更长久 就要学会宽慰自己 多些退让 面对咄咄逼人的垃圾人 担下性子 忍住怒气 想开点 看远点 记住处事让一步为高 待人宽一分是福 面对最亲的人 也多些体谅 花时间争论谁对谁错 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想和最爱的人走到最后 就要在争吵时 懂得适度退让 在得到爱情过后 依旧好好珍惜 好好感恩 相爱尚且不够 哪来的时间去抱怨和指责 如果连对最亲的人都不能心平气和 又如何能够抵挡着时间的风风雨雨 让 不是一种屈服 而是一种大度 让 可能一时委屈 却能减少冲突 会让 你才是赢家 让了 你才是智者 在朋友面前 让一让 友情会更稳固 在家人面前 让一让 家庭会更和睦 在同事面前让一让 工作会更轻松 君子让小人 让的是礼 好人让坏人 让的是贫 男人让女人 让的是情 女人让男人 让的是爱 笑着低下头的 都是真正的聪明人 让一让 让你的生活 减少不必要的烦恼 让你的人生 多一份看得见的美好 正所谓 物随心传 静由心造 烦恼皆由心生 人生的痛苦 源于跟自己过不去 心是收藏快乐的 别把你的心 困于计较中 最后都成了痛 别总执迷于困境 挤走原本 属于你的快乐 学会平静地 接受现实 学会对自己 说声顺其自然 学会坦然地 面对厄运 学会积极地 看待人生 白洛梅说 人生一局棋 关于输赢 我们总是无能为力 迷惘之时 多半在局内 当你了悟的时候 人已在局外 若用平和的心态 看凡间一切 简单明了 若用复杂的心态 看万丈红尘 则为事项所迷 余生 愿你有一个好心态 多储存快乐 记住没有过不去的事情 只有过不去的心情 心若晴朗 人生便没有雨天 愿你时刻保持好心情 做一个幸福的人 读书 跑步 努力工作 关心身体 成为最好的自己 好了 今晚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 不要忘了再问末点赞哦 我是云温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